直放在B1 他這個動作的話基本上 你就可以在 這個裡面的拽寫完之後呢 自己再Key上去 那Key上去的方式的話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大小寫在VBA裡面沒有差別 你可以先打小寫 然後再給他什麼後面 給他B1 我今天希望呢 在B1裡面 填入的是使用者 所以等於什麼 B1 裡面的值等於 使用者input者 先跳出input box 然後呢 會有個訊息 Input box上面一定會有個訊息 那個訊息就是請輸入比如說存款金額之類的 就會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訊息 那這邊的話呢有沒有 就會 會 跳出來那個訊息上面就會有這個文字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打的時候都打小寫 那我怎麼確定說有沒有錯誤 其實你把郵表移開之後呢 如果 Range的R應該會大寫 然後I會大寫 B會大寫 這個是他一個物件取名的規則 那我打小寫如果你移開之後有沒有 如果他會自動幫你變大寫 那表示你是打正確的 如果你移開之後還是小寫的話 那表示他連這個物件名稱他都不認得 就是你是打錯誤的啦 這個是一個 算是 設計的一個避免BUG避免寫錯誤的一種 寫作的方式啦 那我們寫完之後的話呢 那你這地方就會 會 跳出那個對話視窗 那分別把註解打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增加一個按鈕 增加一個按鈕 那最後類似像這樣我把它改完 把改完的部分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邊的話最後改完是這樣子 就是我上面名稱我把它改成叫做 計算利率 你後面加個底線 加個底線然後聚集 然後也是這樣請出存款金額 然後 底下的話分別就是把1到5的註解 把它打上去 這樣就很清楚了 你下一次自己 回頭看 自己錄製的聚集 就會一目了然了 自己都看得懂 給別人看也都看得懂 所以這樣的話 那我們最後就可以執行起來 那最後這邊一樣 增加一個按鈕 點擊之後的話 輸入一個存款金額 按一下確定 結果就做出來了 在股上一個清除 我想清除應該沒問題啦 這個清除部分 其實就是怎麼樣 自己錄製或者是乾脆自己寫可以 就是什麼 一個 B4到U 59的範圍有沒有 slate 然後再怎麼樣呢 把它 selection點 Clear Clear Contents 就OK了 再把這個按鈕 加上去 這個 練習就完成了 所以你利用聚集 修改成為 你要的一個 基本的這個 這個 需求 我想 各位可以試試看 OK吧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錄製的話請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講義上面的 這個步驟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沒有 一定說一定要這樣 你可以想想看有沒有更簡便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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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